哈喽大家好,我是带您直达好电影的巫师 今天为您带来感人至深的高分电影 开头是长大成人后的义胜 拿着父亲当年的审判记录从七号牢房走出来 看到满天飞扬的雪花中被铁丝绊住的黄色气球 抬头望向天空,脸上露出了夹杂的思念以及如释重负的笑 他先后拜访了父亲当年的朋友 依靠算命诈骗为生的长毛和胆小鬼 改些归正做起神父的丧彪 邀请叔叔们为父亲的冤案平反 法庭遇到曾经看管自己的监狱狱长 如今已荣升警察厅长 庭审开始,维持原判的检察官列出当年拍摄于现场的案件照片 义胜作为辩护人,认定证据全是伪造,尤其是认罪诉 检察官询问义胜是罪犯当年的律师吗? 义胜哑口无言,但自己却是整个案件的见证人 由此拉开了回忆的序幕 回到97年,只有六岁儿童智商的智障男子傻根 和可爱的女儿义胜相依为命 生活虽然简单清贫,却充满幸福 只要再有一天,傻根将凑够钱为女儿购买心仪的美少女书包 不料最后的书包也被买走 笨嘴捉舌,想要对方不要抢走女儿的礼物 小女孩的父亲对傻乎乎的可疑男子挥拳相向 义胜只要爸爸平安,书包不要也好 二人笑闹着来到天明 义胜很会照顾爸爸,分别是妇女日常坐着三秒回头半丑的游戏 车库指挥员的傻根为攒够书包钱而高兴 昨日的小女孩路过,询问叔叔是否买到书包 女孩走向回家,傻根只懂跟着书包一路前行 走进偏僻的小巷 不久偶然经过的路人看到傻根在脱倒地女孩的裤子并亲吻她 义胜到傍晚还不见爸爸回家 警局外媒体沸腾争相采访 傻根担心女儿想要起身回家 一夜无话,清晨懂事的义胜自己收拾书包 另一边是警察带着傻根指认现场 他重复昨日的经过,亲吻并脱掉女孩的裤子 警察却说傻根自己也要脱裤子 脱了就可以去见女儿 死者家属看不下去,场面混乱不堪 路过的义胜看到是父亲 但二人却咫尺天涯,越离越远 很快傻根被送进监狱 狱长得知他的罪行是诱拐并奸杀女童 礼貌打招呼,看到桌上的电话想要打给女儿 被狱长一顿修理 之后安排他进了七号牢房 这里聚集着走私犯胆小鬼 诈骗犯眼镜 通奸犯长毛 恐吓犯丧彪和抢劫犯老徐 简直是五毒俱全的社会渣子 依旧礼貌打招呼 命令他自我介绍 从出生说到父母双亡 丧彪好奇这样的傻子犯了何罪 打开卷中居然是奸杀女童 就连这些渣子都不能忍 集体开批斗会 正要再教训教训 小弟念出傻哥的判决书 一审被判处死刑 巴掌不好再打下去 丧彪在狱中拥有与外界的买卖交换 这使对面势力的胖虎感到不爽 看他拿锋利的牙刷走向丧彪 善良的傻哥不顾刚刚经历过殴打 依然用身体挡下攻击 他的举动换来丧彪的帮助 马屁鲸要他大胆提要求 傻哥念出女儿的名字 于是监狱的献爱心慈善表演中 出现了异圣的身影 转眼他便消失在舞台 被马屁鲸悄悄运进了七号牢房 妇女相见哭哭闹闹 胆小鬼怕被发现遭连累 想要举报大伙闹做一团 狱警赶来看着小萝莉 楚楚可怜 我见油脸 实在说不出口 医生问爸爸这是哪里 老徐说是学校 傻哥却说是监狱 这些叔叔都是坏人 场面一度尴尬 相聚总是短暂 到了异圣要回去的时间 妇女不想分离 丧彪说这里都是坏人 不上学会变成我们一样 想想女儿的未来 傻哥劝益圣 要回去好好学习 懂事的他和叔叔拉钩 下次再送自己来看爸爸 没想到表演提前结束 益圣无奈被留在了七号牢房 要女儿多吃豆子 才能长好身体 胆小鬼担心 女孩早晚会被人发现 眼镜打听到消息 后天监狱有宗教活动 到时候安排益圣 混入队伍离开 夜晚求女神保佑 明天一切顺利 坏叔叔们为益圣设计了 童话夜光灯 让冰冷的牢房显得温馨 清晨眼镜的女神 变成了美少女战士 医生解释是怕姐姐冷 为她穿上衣服 表演代表月亮消灭你 听了让犯人 想起了警察和法官 到了活动这天 假装冲突 掩护丧彪离开 来到后台告别时 叮嘱医生出去 一定要好好学习 上台看到什么 变得目瞪口呆 丧彪一看也傻了眼 宗教表演居然是和尚 听着南无阿弥陀佛 回到牢房 对着眼镜一顿削 御长看那晚的表演照 发现小女孩的失踪 胆小鬼命令 为可爱的义生剃头 冒充和尚 大伙都不赞成 预警察房 众人开始演戏 上上下下躲避 庆幸逃过一劫 下一秒 御长出现 简直是五雷轰顶 傻哥被单独禁闭 一路遭御长修理 医生也被送回了孤儿院 某天夜晚监狱发生火灾 原来是胖虎听了 傻哥妇女的事 威胁也要接家人进来 犯人被集体撤离 胖虎坚持不肯离开 御长不能放弃他 二人被困房间 只有傻哥看到 他的善良不允许袖手旁观 最终冲入了火海 再次醒来 医生告诉他 还活着全是因为傻哥 这样善良的傻子 只有被拐卖的份 怎么可能是诱拐犯 新来的老师看着 医生每天无精打采 闷闷不乐 求老师去做家访 记得带上身份证 没想到是监狱大门 这次家访印象深刻 妇女见面夸奖 自己女儿特别聪明 叮嘱家里冰箱 每层都放着什么食物 女儿都对答如流 探望的时间即将结束 御长看着妇女的见面 预警切断了通话 傻哥久久不愿离去 千丁万主要女儿 多吃豆子才能身体长高 这让御长想起了死去的儿子 监狱收到学校电话 医生回去不吃不喝 晕倒进了医院 御长前来探望 医生问叔叔 能不能把自己也抓进去 这让男人动容 决定寻找案件的真相 同时七号牢房收到了一份礼物 傻哥说是益胜 丧彪要他别傻了 箱子打开果然是女儿 原来御长为了益胜的身体 答应他周末妇女相见 老徐为益胜讲童话故事 马屁精的老婆一两天就要生了 求老大把母子也送进来 丧彪说不是不可以 除非你也被判死刑 马屁精听了无言 益胜的懵懂让人心疼 御长找到了警局的后备 拿到了傻哥的认罪书 造句通顺 书写公正 显然不是出自本人之手 益胜的富二代同桌 带着手机上学 聪明的他有了主意 下次周末益胜悄带来 大伙还以为是玩具 看着电量不足赶忙尝试 绕着牢房寻找信号 终于在马桶前拨通了老婆电话 对面正在医院 孩子刚刚出生 听着婴儿的哭泣声 得知是个女儿 老婆让丈夫为孩子起名 最有学问的眼镜帮忙 了却心愿恰好电量用尽 大家感谢益胜的帮助 终审日期确定 老友们齐心要傻根 回忆案发的经过 模拟摔倒 最终找到是书包引起的后脑着地 而且案发那天气温零下 小女孩该是被冰面滑倒 额头的伤痕来自屋顶拽落的砖头 脱裤子为了血液循环 接吻其实是人工呼吸 这些都是交通指挥员的必修课程 听了这些丧彪提议 大伙为傻根翻案 时间回到现在 检察官却对这帮子犯人的证词产生怀疑 那么下面可是前御长的证词 他当初找到受害小女孩的父亲 原来正是警察厅长 他把丧女之痛的过错 转嫁到傻根头上 不问青红 执迷不误 认定是他害死了爱女 兄弟们时刻帮助傻根 背诵上庭证词 模拟法官提问 直到他对答如流 前往法庭的路上 御长要他为了女儿振作起来 警察厅长私下见了傻根 法官询问他是否杀害了小女孩 他的心绪早已飘离这里 想起刚刚被女孩父亲的殴打 威胁他承认杀人 否则将对女儿不利 本来已经饱藏失去子女的痛苦 却拿同样的痛苦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样子的压力施加 傻根的屈服成为必然 被多次询问同样的问题 受不住压力也是为了女儿的安全 他承认了杀人的罪行 看到台下的女儿 再次确认是自己所为 只求义生能被大家照顾 连忙低头道歉 那时的庭审与现金重叠 义生调取了法医的鉴定 女孩额头的伤口并非致命 真正的死因是后脑着地而亡 而当年靠伪造的自白说 以及爸爸当庭认罪而维持原判 利用智障残疾人爱女的初衷 只针对能否成立罪行 不讲究证据和无罪推定 傻根还在感谢众人为自己所做的努力 只求帮帮女儿回到监狱 医生要爸爸放心 御长答应照顾自己 探望结束 还数字321看爸爸半起鬼脸 胆小鬼也看到了寄来的女儿照片 只有傻根实话是说长得真丑 直白的让人无法接受 傻根的死刑日期定在了12月23号 这天恰是益胜的生日 益胜参加了学校的乐团 御长请求老师那天来监狱表演 毕竟这是最后一次 大伙们又想出了新的办法 为此还与胖虎化敌为由 用布料缝制气球 来到节日当天 台上是孩子们认真的表演 慢慢走下舞台牵着大人们的手 随着舞蹈走向屋外 院中停放着做好的热气球 大伙督促妇女上去 眼镜解开绳索 看他慢慢升高 狱警发觉不对 狱友们帮忙阻拦 一堆人闹闹腾腾 一生不忘和站岗的小哥哥道别 看着美丽的夕阳 即将获得自由 懒生却在此时挂在了监狱铁丝网 众人的闹剧到此为止 心绪无比复杂 不知该是喜悦还是遗憾 但对于傻根 能陪着女儿再看到墙外的风景 已然心满意如 时间来到一圣生日这天 要女儿多吃豆子 叙叙叨叨 大伙为一圣准备了自制的生日蛋糕 纷纷送出礼物 而爸爸终于用当初的工资 买到了女儿最爱的书包 郑重感谢他能成为自己的父亲 傻根连忙回礼 能有这样聪明懂事的一圣 做自己的女儿 打破伤感 在傻根囚服上写下大伙的祝福 到了分别的时候 傻根依旧直懂感谢 谢谢有这帮善良的坏人 最后一次抱着女儿走向铁门 一圣隔着铁门望着离去的爸爸 互相坐着鬼脸 一圣在墙角数字三二一 却始终等不来爸爸 生命进入倒计时 走出这扇大门 让傻根感到恐惧 听着一圣的呼唤 不可控制跑了回来 搂着女儿大声求救 不住的道歉 一圣看爸爸难过 情愿他不去所谓的好地方 傻根仅仅会弯腰道歉感谢 他的哭声感染了监狱中所有的人 随着一圣的眼泪 辩护到此结束 请求法官为了正义原谅善良的爸爸 经过庭议 一致认为被告傻根 无明示行为能力 诱拐强奸少女证据不足 收回死刑 宣判无罪 众人为多年后为他昭雪而高兴 看着爸爸的卷宗 一圣气不成声 望着被束缚的气球 响起最美的夕阳 听到了爸爸和小一圣向自己告别 要女儿放心 我们要去好地方 临走不忘提醒女儿 要多吃豆子才能长高 两个时空挥手告别 全篇完 害怕你受到伤害 所以选择死亡 没想到比死亡更恐惧的却是 从此再也不能陪伴你 一起成长 他比常人要笨 比常人反应慢 比常人看起来要不正常 可他身上分明有着比常人更多的东西 对其他人他有礼貌 随时鞠躬都准备着 还带着微笑 在看到小孩子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立马急救 对相依为命的女儿全身心的付出 把爱都给他 甚至对刚认识 还打过自己的丧镳 御长都能挺身相救 有些电影你明知道他很煽情 依然会哭得像个傻逼 跨越时空的两场庭审 在监狱的高墙上 看过的夕阳 同样经历了丧子之痛 厅长选择将仇恨转嫁 御长愿意为真相平反 装着女儿的推车能送到牢房 承载妇女的气球 飞不过现实 累读卷宗的背后多少成员得不到昭雪 多少疏漏得不到匡服 多少误会得不到兵士 多少人的命运 因为一个拐点走向殊途 好了感谢大爷老爷们的观看 加个关注不迷路 如果您有好的建议 请务必在下方留言 巫师一定会看 不胜感激 我们明天见